哈喽哈喽,我是嘟嘟A 今天来做迷你游戏机 这里两个按钮可以控制小图案 侧边的按钮可以更换画面 15厘米乘10厘米的卡纸画出小盒子的图纸 其中一格留出一个边框作为屏幕部分 沿标记线折叠 在左右两格边框向上一点的位置做标记 标记点尽量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然后在边框向下的位置做标记 这一格边框下面的位置标记两个点 沿标记点抽小孔 折叠成盒子 再沿两侧的标记点抽孔 孔眼大小需要可以穿进棉棒 这时候盒子先不要粘贴 裁剪小纸条绑在棉棒上 涂上颜色剪下来 制作两个这样的小按钮 穿进前面的这两个孔眼里 剪一小块胶片粘贴在棉棒上 这里建议使用热绒胶粘贴会牢固一些 转动按钮的时候可以带动胶片 拖开孔眼先将这几格粘贴 取下棉棒的两头穿进红眼里 宽度5.5厘米的纸片画出背景图 每一张背景图的大小是3.5厘米乘5.5厘米 两张背景图之间流出5毫米 上下分别流出1.5厘米的空白 这里大家也可以画一些自己喜欢的游戏场景 例如 14的游戏场景 5厘米的民方这是 两边贴上双面胶 将背景符粘贴在棉棒上 先将一边粘好后转起来 再来粘贴另一边 背景符粘贴完成后将盒子最后三条边固定住 按钮上贴上小纸条会比较好旋转 最后在卡纸上画两个小图案剪下来 粘贴在胶片上 外观随意装饰一下 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